我妈嫁给了善良的宋繁平 从此我也多了一个善良的兄弟 如果你听说过我们路上读书 APP上的《活着》和《许三观卖写记》 你可能会发现 他的小说都是那种 你有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并且是读完了之后 望着窗外飘落的落叶 肯定会叹息一声那种 这不是兄弟也不例外 不信的 您听我往下说 现在起 我不叫梁晨舟了 我叫李光头 对 您没听错 就是光头墙的那个光头 李光头当然也不是我的大名 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李光 但是所有人都叫我李光头 包括我妈 说起来李光头这个名字的诞生 还是因为我妈 小时候他为了省点钱 叫剃头匠把我剃成了光头 后来我的头发长长了 大家还是叫我李光头 为了当个正宗的李光头 我还特意每半个月 就让发型师给我剃个标准的光头 说到我妈李兰 可惜啊 这死的有点早了啊 没能跟着我享福 我知道啊 私下有人说 她是被我气死的 因为我14岁那年呢 在一个公共厕所里面偷看 五个女人的屁股 被人当场抓获 我妈知道之后啊 只对了我说了一句话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亲生父亲 就是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粪池淹死 他死的那天 恰好我出生了 要说我们刘震啊 每年都有那么多男人 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 并且都相安无事 那为什么我就 就我那死鬼老爸 一个人死了呢 你说冤不冤啊 更可气的是 14年之后 他儿子我 居然又因为偷看 被人当场抓获 只能说呀 我们家这个风水太不好了 当然了 但就算被人打的是鼻青脸肿 被人压着满大街游行 我觉得我还是赚到了呀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偷看的五个女人屁股当中呢 有一个是林洪的屁股 林洪是谁 我们刘震美人中的美人 那她的屁股长得也是 十分对得起她那张美丽的脸蛋 别看我才14岁 我可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是一块臭豆腐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那就因为我是我们刘震 第一个见到林洪屁股的男人 所有男群众都羡慕我呢 他们纷纷的就向我打听 哎这个林洪的屁股是什么样子的呀 那当然了 他们也不是白打听啊 我的要价是一碗面条 当然不要九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要三角五分钱一碗的三鲜面 里面要有鱼有肉有虾 要说我还真是因祸得福啊 从14岁到15岁 我一共大概吃了 我看啊 我吃了56万三鲜面 把自己生生吃成了一个 红光满面的李光头 自从我偷看女人屁股被抓之后呢 我妈的偏头痛呢 就越来越厉害了 说起我妈的这个偏头痛啊 还得扯上我那淹死在粪坑里面的父亲 就是因为她的死 我妈才开始得上这毛病 在我的印象里呢 我妈就一直裹着头巾 像是田里干活的农妇 隐隐的疼痛和突然到来的剧烈疼痛呢 让她一年四季啊 都是眼泪不断 她还时常的用手敲击着自己的脑袋 而且敲击的声响呢 是越来越清脆 差不多呢 是就是庙里面沐鱼的那个敲击的声音了啊 她还是个胆小的女人 丈夫不光彩的死亡呢 让她从此在镇上抬不起头来 直到我七岁的那一年 她嫁给了我的继父宋凡萍 才又成为了一个幸福的女人 我觉得呀 这个血缘这个东西呢 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用我妈的话来说呢 你们父子俩呢 就像是一根藤上结束来的两个瓜 不幸的是 我是坏瓜 宋刚是好瓜 这个宋刚呢 就是我亦父亦母的兄弟 继父宋凡萍的亲儿子 他呢比我大这一岁 比我高出一个头来 他长大之后呢 很像我们的爸爸宋凡萍 那个善良的 高大英俊的中学教师 但是我妈 嫁给他爸的时候呢 他也才八岁 穿着白背心 拦短裤 留着鼻涕 拉着我妈的一脚 我妈指着宋刚对我说 这是你哥哥 他叫宋刚 我点着头 对宋刚叫了一声 哦 宋刚 我妈又指着我对宋刚说 这是你弟弟 他叫李光头 宋刚听到了我的这个绰号之后呢 看着我亮闪闪的光脑袋 咯咯咯咯笑了个不停啊 他说 哼 这发迹 你叫李光头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今后 我们将会一生一世的成为兄弟 时间呢 再往前推一段 我会告诉你 我妈是怎么看上宋凡萍的 那天呢 是我妈带我去看宋凡萍打篮球 在那场令我们永生难忘的比赛上 宋凡萍跳起来扣了一个篮 也是他生平唯一一个 也是刘震第一个扣篮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激动坏了啊 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和宋刚也是第一次 吃上了从冰柜里拿出来的绿豆糕 在那场篮球赛之后呢 我妈就和宋凡萍结婚了 虽然是二婚 双方又各自带了一个小偷油瓶 他们还是过得很幸福 就算背后有人偷偷议论 我妈也敢挺直腰板 面不盖色 从那些人面前走过 因为她嫁给了正直善良的宋凡萍 她骄傲 婚后我妈的偏头痛呢 也好了很多 但为了根治她的病量 宋凡萍特意联系了自己在上海的姐姐 把我妈送到上海的医院去看病 宋凡萍不仅对她很好 对我这个小偷油瓶呢 也好像亲儿子一样啊 她总是很得意的指着我和宋刚 对所有人说 这两个都是我儿子 她还教育我们说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兄弟 你们要亲如手足 你们要互相帮助 你们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们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她可真是一个好人啊 可惜好人从来都不偿命 地是脚下所踩的地 主是毛主席的主 文革开始了 宋凡萍因为是地主的儿子就被拉去批斗 还被剥夺了教师的职务 被赶去扫大街 经常有戴红袖套的人跑到我们家来打打摔摔 但是宋凡萍从不生气 还对那些打他的人笑脸相迎 他每天都要在脖子上挂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地主宋凡萍 我和宋刚都不认识这五个字 但我们知道就是他们让宋凡萍倒霉的 于是我们忍不住问他 这是什么字啊 宋凡萍争了一下 随即笑了起来 对我们说 过完这个夏天你们就要上学了 我先教你们认字 就从这五个字开始 他告诉我们 地就是我们脚下所踩的地 我们就在地的上面 主是毛主席的主 后面的宋凡萍就是他的名字 我恍然大悟 啊原来地主就是地上的毛主席啊 没想到我刚认识这五个字 宋凡萍就倒了大霉 那天我们又被几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欺负了 我跑去向他求救 结果我当众说他教我们地主是地上的毛主席的意思 在场的人都吼叫着 几只脚对准他是又踩又蹬 要他老实交代 他是怎样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的 他被揍得遍体鳞伤不说 还被抓走了 关押在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里 其实呢 就是牢房 我和宋刚也陷入了冷战 因为我的一句话导致了如此后果 宋刚决定不理我了 他不理我了 宋凡萍被抓起来 我妈又在上海治病 我也只好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街上游荡 时不时还受到那些戴红袖章的高中生的欺负 家里没人 我们只好自己学着做饭 宋凡萍曾经教过我们怎么做饭 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宋刚倒是记住 每当我鸡肠鹿鹿吹脱丧气的回到家中时 宋刚已经做好了饭菜 坐在桌前等着我 随着宋刚的厨艺一天天的精湛 我们又和好了 我们过着没有父母的兄弟生活 而且过得不错 我们一起去买米 一起去买菜 一起到河里捕小虾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们的爸爸宋凡萍回来了 那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偷跑回来的 他只说他准备到上海去接我妈回家 他被关押期间还一直和我妈通信 他虽然已经被打倒了 但为了让我妈在上海安心治病 他的信依然写得激情四射 他没有说明自己的实际情况 他在信里把自己写得越来越好 让我妈觉得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里正洪得发紫 其实宋凡萍的信写得再好 那时我妈也无法在上海安心治病了 医院里每天都有批斗会 他认识的医生们一个一个的被打倒了 他忧心忡忡 他想回家了 在我妈坐上汽车来到上海治病前 宋凡萍曾经说过 等他的病治好了 他要亲自到上海去接他 于是我妈为了消除自己心里的忧虑 在信上试探性的问宋凡萍 能不能到上海来接他回家 宋凡萍是个重承诺的人 他在回这封信的时候 刚刚被人用皮带抽打了一个多小时 这条好汉在被囚禁的时候 仍然想着要遵守诺言 在信里一口答应回到上海去接他的妻子 并且定下日期 让我妈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他 那天晚上 宋凡萍从仓库里逃了出来 他告诉我们 他一早就要坐上汽车去上海接我妈 然后会坐下午的汽车一起回来 他指着漆黑的窗外说 明天太阳落山时 我们就到家了 我们兴高采烈 也不等太阳落山了 第二天中午 我们就手拉手到车站去等他们 在车站前的空地上 我们看见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横躺着 一条胳膊压在身体下面 另一条胳膊弯曲着 有一条腿是伸直的 另一条腿蜷缩了起来 苍蜷们嗡嗡叫着在他身上盘旋 他的脸 他的手和脚 他身上所有血迹斑斑的地方 都布满了苍蝇 我们见了又害怕又恶心 宋刚问了很多人 他是谁 他死了没有 但没人知道他是谁 也没人关心他死了没有 这时 宋刚突然站住了脚 指着那个人脚上的米色凉鞋说 他穿着爸爸的凉鞋 他又看到了宋樊平身上的红色背心 他说 他还穿着爸爸的背心 我们都哭了 我们四处询问 他是不是我们的爸爸 点心店的苏妈告诉我们 他是叫宋樊平 我们这才知道 他死得有多么的惨烈 他在车站被红卫兵们抓获 他们用脚踢他 用打断的棍子捅他 他们不停的折磨他 就这样 刘震唯一一个能扣拦的男人 死了 我还记得那天 他出门前对我们说 他要去上海接我妈回家 结果 他是被一个陌生人 用板车拉回家的 自己的女人 跟着自己的兄弟跑了 自己的兄弟跟着自己的女人 跑了 多年以后 我还记得我的继父宋樊平 他喜欢笑 就算他的胳膊被红卫兵打折了 掉在肩膀上 他还是告诉我们 他只是想让胳膊休息一下 他总是把最光明的一面 展示在我们面前 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们 但我想 他还是失败了 因为我天生 就是属于黑夜 我是黑夜的孩子 我的兄弟宋刚和我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宋樊平是光 那他就是光之子 他和宋樊平一样 一样的高大英俊 白白净净 个性随和 我们走在一起 就像古代的文武状元 但历来只有文状元 才受欢迎 这是戏文里的规矩 谁都不能违背这个规矩 更别说林洪 先前说过 林洪是刘震的 最漂亮的一个姑娘 她那么高傲 像一只开平的大孔雀 但即便她那么骄傲 我也是第一个 看过她屁股的男人 这只孔雀的屁股也很漂亮 不胖不瘦 圆的就像是卷起来一样 我爱上林洪了 这不奇怪 玄流阵的男人 不管是已婚未婚的 都爱林洪 为此 我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活动 我找了一群小孩 让他们跑到林洪所在的 针织场大门口守着 像夜里的猫 守着夜里的老鼠那样 等林洪下班出来时 就对着林洪大喊 李光彤 我要向你求爱了 可是这群小王八高子 不知道被谁教的 最后喊的都是 李光彤要和你姓娇了 这下可把林洪给气哭了 第二天呢 我只好拉上宋刚去找她道歉 我本来呢 只是想拉个人壮壮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林洪竟然看上了 我身边的宋刚了 当时的我还是很自信的 觉得林洪还是喜欢我的嘛 因为我年纪轻轻的 就当了福利厂的厂长 而且我深知女人就是这样 她越是喜欢你 就越是要装出讨厌你的样子 她想得到你的时候 就会假装不要你 为了帮我追林洪 宋刚呢 从孙子兵法上给我 想了五招 拿五招啊 旁敲侧击 单刀直入 兵临城下 深入敌后 和死缠烂打 只可惜 没有一个有效的啊 而在我追求林洪 追得满头大汗的时候 林洪已经对一声不吭的 宋刚表白了 她羞涩的对宋刚说 我喜欢你 这可真是个老套的故事啊 可就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和我的兄弟身上 宋刚回家之后吞吞吐吐的告诉我这件事 还说他也很喜欢林洪 我对他说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喜欢林洪 宋刚 我们是相依为命的兄弟 你明明知道 我喜欢林洪 你为什么还要喜欢他啊 你 你这样 你这是乱伦呢 我让宋刚不要再喜欢林洪了 否则我们就做不成兄弟 宋刚说 我妈临死前有拜托过她 要她好好照顾我这个弟弟 于是她答应不和林洪相好 要和我做兄弟 没想到林洪不死心呢 这回轮到她对宋刚死缠烂倒了 她约宋刚在一座桥下见面 并且跳入了水中以死相逼 她的眼泪让宋刚心软了 但宋刚一想到我妈的遗言 又犹豫了 最后她痛苦不堪 决定上吊自杀 那一天我若是晚回家几分钟 宋刚就去地下和我爸妈团聚 好在我回来了 她没死成 看到这样的宋刚 我哭了 我说 宋刚 你他妈死了 我他妈怎么办 我他妈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他妈死了 我他妈就孤儿了 你们一个女人死知道吗 要是换成我 就算你是我兄弟 我也宰了你 宋刚听了这话 反而笑了 他说他自由了 不再被我妈的遗言束缚了 他要去和林红表白 就算我是他兄弟 也一样宰 于是他幸福地走了 过了两天 他就搬离了我们这个 相依为命的小屋 一个多月后 宋刚和林红的恋情公开了 这可碎了刘震一干难群众的心 林红让他的叔叔 给宋刚弄来了一辆 亮闪闪的永久牌自行车 可别小看这车啊 那时候一年分配到我们县里 也就三辆 有钱也难买到 这可把我这兄弟给得意的 他总是骑着车 风驰电车 后面载着个林红 时不时地 当当按个车铃 别听有多威风了 我自然是失落的 心想自己的女人 跟着自己的兄弟跑了 自己的兄弟 跟着自己的女人跑了 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他妈的鸡飞蛋打 他妈的竹篮打水一场功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宋刚特意骑着自行车来 给我送勤奸 我没有 说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还喝什么喜酒 改革开放了 个体户的腰包都鼓起来了 宋刚和林红结婚后的第一天 我去医院做了个输精管 结打手术 之后呢 又辞去了福利厂厂长的职务 打算下喊经商 改革开放了 个体户的腰包都鼓起来了 我寻思着 老是在福利厂 这个领导 这一群残疾人 也没有什么意思 不如去上海看看 有没有什么商机 说实话呀 我对我经商的本事 还是很自信的 几年前呢 我揣着和福利厂 14位残疾人 派在全家福到上海去 硬是给我们厂 签了几笔大生意 一改福利厂天天亏空的残库现实 这回呢 我也不带全家福了 我拿着一张世界地图 找来铜铁匠 小官捡到几个个体户 告诉他们 我打算发展服装生意 让他们入股 他们疫情啊 都很激动 是吧 纷纷拿钱入股 就这样呢 我凑到了我的第一笔资金 租了一个仓库 买了30台缝纫机 雇了一些女工 然后带着他们深切的 希望 只身去了上海 万万没想到啊 上海已经不是几年前的上海了 那时我只带一张全家福 就能拉到生意 可现在时代不同了 要靠塞钞票行贿 才能拉来生意 当我终于发现 行贿这个硬道理时 口袋里的钱 只够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于是三个多月之后 我灰溜溜的回来了 那些投了钱的个体户 自然很生气 他们扬言 见我一次揍一次 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 我没有还手 也不是我打不赢啊 是我不能还手 因为我欠他们的钱 那几个月 我过得很是艰辛啊 经常被打得鼻情连重 那个时候呢 我看到宋刚骑着自行车经过 就会叫住他 让他拿出口袋里的 粮票和钞票 给我买包子吃 他对我也很顺从 因为我知道 我们是兄弟 给兄弟买粮食 天经地义 宋刚口袋里的粮票 是林宏给的 要宋刚滋补身体的 但是宋刚一直没舍得花钱 直到又碰上了 急长路路的我 于是 宋刚在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 见到我都会叫住我 然后将手里的钱 和粮票递过来说 你去买包子吃 我本来还想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但是看到宋刚递给自己的钱和粮票之后 立刻笑了起来 一把抓来亲切地说 宋刚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 为什么呀 没等他回答 我就说 因为我们是兄弟嘛 就是天翻地覆凯尔康了 我们还是兄弟 可惜 没过多久 宋刚就不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林宏不让他跟我来往 哎呀 这个娘们觉得我是强暴 专门抢宋刚的粮食 他不给宋刚钱和粮票了 于是我又恢复了 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我已经彻底穷途末路了 想回福利厂重新做厂长 但是县领导不同意 觉得我上次不辞而别太过分 我也不服 我天天到县政府门口静坐示威 套着沿途捡一些破烂虎口 久而久之呢 我面前的破烂堆积成山 在静坐之余呢 我就撅起屁股 在破烂里乐此不疲的翻箭 像是在沙里面淘金一样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过宋刚了 所以那天看见宋刚骑着他的永久 从县政府大门前经过时 我顾不上自己正在示威 豁得从地上蹦起来 挥舞着双手 大声的喊叫 宋刚 宋刚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停下了车 我没有注意到他的神情 只是神秘的对他说 宋刚 我发财了 我右手 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破旧的手表 左手将宋刚的脑袋按下来 让他把手表看仔细了 我激动的说 看见上面的外国字了吧 这是外国牌子的手表 走出来的都不是北京时间 是格林威治时间 我从喷烂堆里找出来的 他问我 怎么没有纸针 我说 哎呀 鞍上三根细铁丝就是纸针了 花点小钱修理一下 格林威治时间就逼逼逼的走起来了呀 说完 我将外国手表放进宋刚的口袋 慷慨的说 给你的 宋刚很吃惊啊 推辞说道 哎 你自己留着 我斩钉截铁的说 拿着 我十天前就找着这手表了 我等了你十天 要把手表送给你 这一个月你跑哪里去了 宋刚的脸红了 似乎很害羞 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收下手表 便强行将手表放进他的口袋 对他说 你每天接送林红 你很需要手表的吗 我不需要啊 我就是日出出门试试威啊 日落回家睡觉 那天以后 宋刚在每一个上班的中午 都会拿着饭盒来找我 我们就坐在那堆破烂之前 说说笑笑 亲密无间的 将饭盒里的饭菜分着吃完 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 林红就找来了 我不知道他对宋刚说了些什么 宋刚就把手表还给了我 还对我说 我任何事都不会来找你 你任何事也别来找我 我们从此 紧水不犯河水 我感到莫名其妙 也没有时间多想 因为我不得不忙我的新事业 各类破烂东西 每天都堆成一座小山 我天天忙着在那里走来走去 将破烂分门别类 再通过不同的渠道 销售到全国各地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大家开始不叫我李光头了 而是叫我破烂大王 都说360行 行行出状元 没想到我捡个破烂也捡成了状元 我的破烂事宜越做越大 我建了一个毛棚 在毛棚里安装了刘震的第一部私人电话 雇佣来了十几个人来做我的员工 成立了李济回收公司 我的继父宋樊平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我李光头当然也是 赚钱以后 我连本代息把之前欠下的钱全还了 我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我带领着再次入股的王兵贵和于拔牙等人 一起把生意做大 我有钱了 再也不是之前那个连吃饭都要宋刚偷偷周记的李光头了 虽然宋刚单方面宣布我们一刀两断了 我发达以后头一个想到的还是他 我准备把他拉进我的公司 跟着我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兄弟两人携手并进 共创伪业 为此我还特意穿上宋刚 以前给我制的毛衣来找他 我满腔热情的对他说 哎 宋刚 你要是来管财务 我就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放心的啦 他却冷冷的对我说 我早就对你说过 你该死心了 这个王八蛋啊 我很生气 对他喊道 从此以后我们不是兄弟了 移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兄弟啊 兄弟 破烂生意做了顶峰的时候 我知道再做下去必然会走下坡路的 于是呢 我想起了之前的志愿 还是决定要做回服装生意 我首先开了一家服装厂 服装厂上又起色之后呢 我再接再厉 又开了两家饭店和一家洗浴中心 还弄起了房地产 此后我又成立了一家控股公司 把所有的产业全部注入到控股公司里 我还和县政府合作 拆掉了旧刘镇 建立了一个新刘镇 用五年的时间呢 把大街小巷拓宽 让一栋栋新楼房拔地而起 全刘镇的GDP全靠我立光头 我为刘镇群众啊 从吃到穿 从住到用 从生到死 提供了托拉斯一条龙斧 我赚的钱 连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就在我风光得意的时候 宋刚所在的五金厂倒闭 失业的那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 骑车到真知厂去接李红 他扶着他的老式永久牌 站在真知厂的大门口 这个刚刚失业的男人 身披落日的余晖 目光凄凉地 看着工厂铁栅栏里 黑压压的女工 那一晚 他正式把自行车 交到林红手上 因为 他再也不需要骑车 去五金厂了 下岗以后 宋刚先是做了码头搬运工 码头到仓库的那条 一百多米的街道上 宋刚卖命地扛着大包 来回奔走 别人也就是扛上一包 宋刚常常一口气 扛上两包 坐在街边 聊天的老人 每天都听着 宋刚拉风箱式的呼吸声 呼吱呼吱地想了过去 又呼吱呼吱地想了过来 他就这样不要命地工作 挣的钱比工友们多两倍 比以前在五金厂的铁饭碗 工资多四倍 然而 他只干了两个月的活 第三个月 就扭伤了腰 接下来的日子就苦了 没人会要一个腰无力的人 宋刚开始了寻找新工作的 慢慢征途 接下来的一年里 宋刚早出晚归 坚持不懈地寻找着挣钱的机会 他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 只能找一些临时的工作 比如看守大门 看守仓库的人 有事要离开一天 他就去代替一天 挣一天的钱 商场里售货的 卖电影票的 卖汽车票的 卖轮船票的 有事要离开一天 他也赶紧跑去代理一天 宋刚成了我们刘震的首席代理 最多的时候 有二十多份工作 等待着他去代理 可是一年时间下来 他的工作日 还不到两个月 终于他在刘震的水泥厂 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 就是往袋子里面装水泥 这是没有人愿意干的活 但他没得选 虽然他戴着厚厚的口罩 每天还是要吸入大量的水泥尘埃 才两年 他的肺就彻底坏了 他再次失业 他没法去医院打针吃药 他怕花钱 他又成了刘震的首席代理 这一回是戴着口罩的首席代理 疯狂的年代 我早就顾不上宋刚了 我太忙了 白天挣钱 晚上挣女人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身边的女人太多了 我还惹上了一门官司 有三十多个女人 一起要告我玩弄他们 要我和他们结婚 个个都说有了我的孩子 无态之下 我向法官出示了我的杀手锏 十多年前医院的 结扎手术病例 我说我命苦啊 我虽然有很多女人 但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呀 这件事在刘震成了一个大笑话 刘震的文豪刘作家 根据此事写了一篇文章 什么呀 百万富翁互换爱情 在这篇文章里 刘作家充分使用了 高大权的写作风格 给我涂脂抹粉 把我几百人次的玩弄女性 昧化成是几百人次的恋爱失败 这篇报道呢 首先发表在我们市里的晚报上 没出两个月 全国几百家地方小报 纷纷转载 它让我彻底出名了 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 纷纷来到我们刘震 对我进行密集如语的采访 诶 我知道 百年一遇的商机来了呀 在记者面前呢 我大谈特谈我的事业 一个成功企业家 而不是爱情弃儿的形象 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公司就因此而出名了嘛 来自世界各地的钞票 纷纷流进我的口袋 没有人再叫我破烂大王 或者李光头了 所有人都叫我李总 除了我的兄弟 宋刚 当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工装 戴着口罩的宋刚 站在我面前时 我感到很伤心 尤其是得知他这几年的经历之后 我觉得 我应该出手帮一帮他 可宋刚这小子还是那么讲 他都到了这种地步了 还是不肯 找我这个兄弟要钱 宋刚只是要我给他提供一份工作 我说 让他先去治病 我给他在我的公司挂名一副总裁 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干 坐着数钱就行 可他却说 他不要做副总裁 也不要我的钱 他只要一份工作 王八蛋 我不停地骂他 但我也知道骂他是没有用的 他骨头比他爸还要硬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只好派人找到林红 给了他一张存折 里面有十万元 并且许诺每半年会往里面打十万元 让他务必监督 宋刚把病治好 宋刚真的去治病了 但是宋刚并不知道这钱的来源 林红没有告诉他 怕他不接受 所以宋刚以为这钱是借 病刚治好 他就离开刘镇外出挣钱去了 是一个叫做周游的人把他骗走的 他要我这个老实芭蕉的兄弟 跟他一起去做生意 他向宋刚海阔天空的描述美好的前景 宋刚也激动了 他知道自己在刘镇已经没有前途了 永远只能做个首席代理 如果跟着周游出去闯荡 就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尽管万分不舍 尽管林红反对 宋刚还是偷偷走了 走的时候没带走家里一分钱 我并不知道宋刚走了 现在最关心的我的肖像 我花钱呢 专门从俄罗斯请来了一位大画家 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 我的肖像呢 将会和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一样大 那肖像挂好之后呢 我也不急着来给他接幕 我在等待一个机会 要请一位重要的人来接幕 这个人不是宋刚 是林红 说到林红呢 我承认我还是有点喜欢他 在万众瞩目中 我用一辆白色的宝马 加一辆黑色的奔驰 去请林红给我的肖像节目 此时的林红 再也不是二十年前高傲的林红了 他吃够了没有钱的苦 他对我半推半就 最后成功地被我吃干麻镜 那段时间还真是疯狂吧 我和他不停地寻欢作乐 好像我们都忘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宋刚存在过 就在我和林红在床上 大战三百回合的时候 宋刚在外头为了生存 苦苦挣扎 他先是跟着周游到了福建 他们一起在澡堂 卖男性保健品 小脸还不错 只是花费的时间太长 赚不到什么钱 接着他们又到了广东 开始推销锅霸牌 风入霜 因为周游觉得 女性的钱更好赚一点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他们行走了十五个地方 却只卖了十几瓶 渐渐的 这种没着落的日子 令他们心生倦意 宋刚出来这么久 钱没赚多少 病情反倒加重了许多 这些日日爷爷 他无时不刻地想念着林红 他仿佛听到了林红 在家乡的呼唤 最后 他决定带着辛苦赚来的三万元 踏上了回家的路 就是生离死别了 我们还是兄弟 宋刚回来了 他在刘镇待了七天 七天里 遇到了不少熟人 这些熟人的片言之语 让他朦胧地知道了我和林红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看上去麻木不仁 到了第七天的晚上 宋刚找出了家里的相册 将他和林红所有的合影 一张一张地看过来 叹息一声后 合上了相册 又找出了父亲宋樊平 母亲李兰 我和他自己的全家福照片 这张黑白的照片经历了很多岁月 已经泛黄 宋刚仍然叹息一声 将照片放进了相册 躺到床上 泪如雨下 我可以想象到我的兄弟宋刚回到刘镇的感觉 所有人都对他说他挚爱的妻子和他亲爱的兄弟上床了 当时的他一定是痛不欲生 我想他就是杀了我 我也绝不还手 但他没有杀我 更没有怪我 他反而意识到林红不应该嫁给他 林红应该嫁给我 他决定要卧鬼自杀 我想象着傍晚的时候 宋刚将他带回来的三万块钱 用一张旧报纸仔细包好了 放在了枕头下面 只在自己口袋里放了十元钱 将钥匙拿出来仔细看了一会儿 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戴上口罩走到门口 我想他打开屋门时 一定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家 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钥匙 他心里一定是在想 我不会回来了 我说过 宋刚是光之子 他自杀的那天傍晚 红彤彤的落日挂在晚霞的天空里 浮云闪闪发亮 一切都是那么光明 美好的让人想要落泪 远处 传来列车的汽笛声 他伸开双臂 握在铁轨上 最后看了看光彩斑斓的天空 然后 火车就响声隆隆的 从他腰部缘过去了 宋刚还真是个好人 就算自杀也没忘了戴上口罩 他害怕把肺炎传染给别人 却忘了死人是不会呼吸的 我从此扬尾了 我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我的兄弟死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引离我而去 我 就是一个孤儿了 我收到了宋刚临死前寄给我的信 他在信里回顾了我们悲惨的童年 我们俩的相依为命 他为我的每一次成功高兴 他说妈妈临死前嘱咐他要好好照顾我 他现在很高兴 见到妈妈的时候 没有任何顾虑了 他会告诉妈妈我是如何的了不起 他还嘱咐我 为了我们的兄弟之情 一定要给林红一个好好的安排 最后他说 李光头 你以前对我说过 就是天翻地覆凯儿康了 我们还是兄弟 现在我要对你说 就是生离死别了 我们还是兄弟 我开始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了 什么钱财啊 美人啊 都是那么王八蛋 宋刚让我好好照顾林红 我也给了他一大笔钱 听说后来他成了美发厅的老板 一个嘴红灯区八面玲珑的交际明星 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我从新闻里知道了 人可以搭乘俄罗斯的宇宙 飞船到外太空遨游的消息 我开始苦练俄语 希望有一天能够飞到宇宙里去 那时候我就把我的兄弟 宋刚的骨灰盒带上 我要把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 放在每天可以看见十六次日出 和十六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 宋刚就会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了 从此以后 我的兄弟宋刚就是外星人了 我用合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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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叫作国家的宇宙 楽天时间 协讨 emotions 我们一 ocur ag 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